205年娱乐圈开年狗血大戏 陈鹤离婚季已经告一段落 2月10号凌晨 陈鹤前期许静在微博晒出了几张 在冰天雪地里的美照 照片中许静身穿红色毛衣 戴着可爱的红色帽子 颇有小清新范 在身后一片白茫茫的血缘 内衣沉下更显优雅美丽 而此前有报道称 许静已经怀孕8个月 对此当事人当时均未发胜 许静此次照片使得这一传言不攻刺破 他还留言说 一直是个很怕冷的人 觉得冬天就是应该在屋子里过 如果没有踏出这一步 大概永远也不知道 冰天雪地的世界可以这么美吧 从雨期来看 续静是彻底与陈鹤分手 走出了婚变阴霾 而反观故事男主陈鹤 2月10号狗仔周围 抱住其余好兄弟李晨 在片场拍戏的照片 悠闲的受咽 轻松的谈笑 看起来陈鹤并没有像大家想象中的那么憔悴 据周围爆料 陈鹤与张子轩目前还仍在热恋之中 一遍冰天雪地晒美照 一遍戏派的轻松写意 本是同龄鸟 虽然个子飞 只要你们开心就好 陈鹤心情不错 可与陈鹤在一起拍戏的李晨恩 却蓬头共灭 显得非常憔悴 看来冰冰姐澄清绯闻 对她影响颇大 毕竟明夜和范爷一起看雪的 就不是她了 芒果老新闻分手后 才看到美好的世界报道 芒果老新闻 感谢观看